早安 年老闆 早安,來,早安,家姐,早安,Woody 早安,那麼多位 早安,荃灣托尼斯 他很期待待4時會有球賽活動 一來就說很想踢球 他現在心情好像小學生、中學生 等下課的時候 等下課 對,一放就衝去球場踢球 去踢球 我們一如既往 逢有歌手即將參加比賽 我們就試探一下軍情 聽聞你們都很勤勤練習一下 我最近真的有 因為我真的太久沒踢球 有特意約朋友出來踢一兩場 就為了今天做準備 哇 你們團隊裡面有Jer、洪家豪、胡子彤 安仔 很厲害 我們這邊的實力都 安仔大家也知道他真的厲害 有很多自稱實力強的選手 其實一直都是傳說 可不可以說是哪個選手 例如我、Jer這些 是嗎 一直都只聽到一個打 Jer叫王大仙尼瑪 我就傳話台詞 大家都只聽其名 實力究竟是怎樣 待會大家就會知道 他好像用了我們上個星期的招 我們盡量說我們很差 我們真的不認識 希望對方輕敵 當然了 我們現在的時候 放在底下 待會有意外驚喜的時候 就有實力了 但你小學時就開始踢球了 你是踢中鋒、手籠、後位 中鋒 我們前方 性格可以看到 耗用鬥狠 衝啊 待會寫穿個籠 你們在各自 有沒有私底下都跟Jer 夾一下今天穿什麼衣服 播襪等等 有 我昨天跟家豪訊息 你明天會穿什麼襪 戴不戴PAT 然後波褲是穿長褲 還是穿長袖 大家就開始夾這些 果然是時裝人 馬上回到以前踢學界 以前踢學界 最重要是裝備 裝備好自己 人有型 落場那一刻就有信心 那些叫什麼 屎波裝備多 對 屎波裝備多 就是我這些 最重要是走出來拍攝 才有個氣勢 他繼續發放這件事 是感覺 我們其實是盲不頂的 你們不用那麼厲害 不要啊 我們903人 一定要 不要緊 我們有港隊支持 而且我們只是練過一次球 但對方 就是球星隊 明星隊 好像沒有練過球 集體練球 集體不練球 我們是用破壞之王 去打邊爐那一招 你們想不到我們的心理 我們就是放慢自己的腳步 看看默契去到怎樣 待會就說 那我們那邊是怎樣 我們的軍情是 我們那邊的軍情 其實都頗嚴峻 可以說是 是嗎 我感覺到 MOTI和AK 撒出同一招 就是我們慢慢地 留一手 你們不用那麼好用 對 Witty 你去過練球 踢過一次 那次練球也挺難忘 因為我們正午的時間 踢都很熱 而我們待會踢是4時 環境會好一點 而且這幾天涼快很多 會舒服一點 但我們當日練球 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的體能太差 總之 還有903人的普遍年紀是比較高的 歡迎來到AK的主題樂園 有這首Game of Life 作曲和編曲部分有葉樹暉 填詞找到Oscar 落詞部分是細裝的 監製系徐浩 Life is a Game 一律只是選擇困難模式闖關 有隊友助攻 有齊裝打Boss 爆肌獎勵就是整個遊戲過程 今天有AK江業先生Game of Life 這首歌在當日演唱會的時候 唱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很厲害 因為整個畫面 加上你們的跳舞 彩排等各樣東西 都好像在打機 你們是演唱會的主題 對 這首歌是因為演唱會才出現 還是你本身已經有概念 很想做這類型的歌 是因為真的演唱會才出現 因為當時演唱會很想做一首演唱會的主題曲 但當時內何真的拍不及MV 因為很多事情要搞 所以就想在演唱會上首先唱 然後將MV後補 到今天才推出 所以你當時已經錄了 才要在Live唱 當時錄了一個很軟的 錄了一個底部可以先做到show 但還未是完全完整版 因為之後的歌詞 跟Live還有一點修改 譬如細裝Rap的部分 其實你現在聽到的版本 比當時演唱會長了一大月 因為去到完演唱會後 就覺得細裝既然下到Feeturing 不如嘗試加大一點蝙蝠 給他再多一點發揮 因為當時演唱會的時候 真的整件事太闖絕了 太急 所以這首歌的時候 我想是八成左右 不是完全100% 是完整了 我想八成的架構 但有些事情可以再微調到現在的步伐 既然是演唱會主題 當時已經要籌備整個演唱會 究竟有什麼環節 或者如何表達這個主題 然後再縮起來變成一分幾分鐘的歌 有權是不同的思維 你當時是怎樣想的 我當時想向歌詞和主題 我想吻合和Oscar說 我想整件事都說回 我這幾年入行之後 整件事都好像打遊戲 經歷了每一個難關 還有打遊戲 通常打遊戲之前 都會讓你選擇不同的難易程度 容易 除非你玩黑不空就沒得選擇 困難 我覺得我自己一直都在選擇一個困難模式 但我那個困難模式又不是特意去選擇 可能會做錯一些事情 或者做錯一些不同的決定 是令自己原本可以容易解決這件事 但其實是忽然間去了一個困難模式 我有時覺得自己在這幾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想將這個狀態寫下來 就跟Oscar說 可否形容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難度 然後要經歷不同的難關 有時這些難關可能要人幫忙 有些難關需要自己一個人去解決 就好像打遊戲一樣 不同的副本 有些真的要一個人做 有些需要四個人做才可以解決 我想將這件事很具體化寫出來 有些你就要買不同的武器才能過到一關 要課金 但是你說很難過一關 自己搞得要很辛苦去過每一關 但這份詞也有希望用一個自由自在的心態去面對這些難關 就是因為我覺得每一個難關經歷了之後 你的人的經驗值都會增加 當你的人的經驗值增加 你看的日子越闊的時候 你可以過了的難關 當一刻可能是很難過 但其實看一看之後 其實都只是一步棋 只是很煞冷間的 過一個時刻發生的事情 當然當中一定會有好又不好 但過了之後怎樣經歷 然後消化過的經驗值才是最重要的 他好像已經經歷了一輩子 只不過是短短幾年 已經流汗了 資深玩家 對 資深玩家 剛才提到在演唱會 我們當日也有去看 其實感受到就是你說 我這幾年經歷了什麼 而我深感受就是你的人緣 你的朋友 支持你無論是台下的朋友 台上邀請到你的老師 或者一班的舞蹈員 那種眾志成城為這個遊戲 就是你這幾年玩這個遊戲 好像賺回來的東西 我覺得是最大的得罪 在這幾年 就是這幾年有很多不同的表演機會 有很多慢慢越來越多 不同的支持者去支持自己 但也遇到很多不同的前輩 很多不同同行的人 但真的很開心 這幾年是會有得到很多 不同身邊的前輩或者朋友的一些 很誠心或者真心的一些提醒 因為其實我發覺是入行之後 很多人會跟你去說真話是真的 很多人都可能會選擇性地 跟你過濾說一些說話 但你自己也要去懂得分辨 那些人跟你說的那段說話 可能是一些很好聽的說話 但其實一些很好聽的說話 對你來說 未必是一些太有益的東西 所以你如何去珍惜一些 真是會去給你評論 真是會去批評你 然後指出你的錯的人 然後你去 當然有時候聽到那些說話的時候 當時第一個感覺一定是會難受 但是你會慢慢聽完之後 你會中一些問題給自己 然後反覆去問自己 究竟我是不是有事做錯 我是不是有事做得不好 我覺得身邊仍然是有一群人 會向我做出一些善意的提醒 我覺得是 我仍然是很感恩 如果打機來說 你覺得今年自己是升了多少呢 我覺得今年是轉職了 由什麼轉做什麼 我覺得由一個新手村走出來了 終於轉職成為第一個職業了 因為我覺得頭幾年開Solo演唱會之前 都自己處於一個很新的 雖然我覺得現在我們MIRROR都是新的 但是其實眨眼都已經準備第六年 你當然是 其實都說新不新 可以叫做 然後我今年結束了Solo演唱會之後 就開始覺得 我終於離開了 要離開新手村了 真的要開始進行一些 再更加大的任務 可能接下來的任務 可能隊友會再少一些 可能需要自己的力量再多一些 那就要盡力再裝備多一些自己 然後面對之後更加多的難關 今年的Final Boss 是否也是演唱會 今年絕對是 因為剛剛Solo演唱會 真的用了很多心力去準備 我早前也有跟朋友說 今次的這個表演 我完全是 我沒有試過這麼專心 在台上 因為我是完全看不到大家 當然你們的位置 是很容易看到 但是我家人 我這些朋友 我真的完全看不到他們 平時可能做MIRROR的表演 因為大家會有多些時間給自己 可能唱完自己的一句之後 就可能多些自己去跳舞 可能找找自己的朋友 可以跟家人揮手 但今次真的一個都找不到 因為真的要太專心 接下來我要做些什麼 下一首歌是什麼 酒位 要講些什麼 所有的酒位都要很清楚 所以今次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所以他要多些打擾的實戰經驗才可以 開多些展示範 不知道自己的經驗值去到哪裡 投資者來 可以 可以去澳門那些開著 可以 不知道澳門也可以 外國也可以 投資者可以 這個Game of Life 要去其他地方玩多次 然後我們就想問這首歌 的氣氛很好 其中Oscar當然是最熟悉你的填詞人 裡面寫了你的性格出來 例如我快樂 懶你你泡我汗 我的快感 絕不造假 其實你是我其中一個 認識的藝人當中 很真實的一個 你可不可以放上臉 還有你真的有那句說那句 你覺得這份歌詞 你跟Oscar去談的時候 我懷疑你是在彩排 也沒有空來他 回到來的時候 最追蹤到你的是哪一句 我其實就是真的這個 我快樂 懶你你泡我汗 我愛我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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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蕩 在舞台上我見到你一群舞蹈員 真的跟你一起進入你的樂園玩 到拍MV 應該是完結後才拍 那個想法又是怎樣 完結MV 這次交給導演 Hindos和Ben去讀 他想整件事是用少許 Wall Game的形式去拍出來 所以見到MV有少許窗 他跟小裝就好像兩個槍手對齒 在一個虛擬世界上打遊戲 這次MV上 Dancer 我覺得他們是輕鬆一點的 因為這次他們就不用化妝 全部都戴上頭盔 他們都說 很少MV是完全不用化妝 那就可以出巷也不怕 又不怕醃轉 但是這次我玩 我覺得這個概念 其實謙徒上也拿得很明確 就是整件事當作玩遊戲 我進入虛擬世界 因為進入虛擬世界之後發生的事情 其實可以好天馬行空 但因為我於CG做的時間所限 其實想再天馬行空一點 但真的沒辦法 這個不夠 而且時間真的不夠 希望有機會再做的話 希望可以在CG再玩多一點 這位老闆你這麼喜歡玩 也有這麼多兄弟要參與 應該2024年都差不多結帳了 是不是已經展開2025 又找什麼人一起玩 進入遊戲世界 你開了新手村 我覺得今年2024年 嘗試了很多東西 都有一個在以往的6年的成績表 我覺得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下一年25年 我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應該會用一個 嘗試一個新的班底 去做一些新的音樂 給大家聽聽 當然舊的班底仍然會合作 但新的班底 希望可以帶一些新的衝擊給大家 嘗試 希望2025年會有新嘗試 是不是不可以透露 是一些什麼曲風 說什麼 曲風 這次我還想跳多一陣舞 都會是跳舞歌 但舞種也有很多款 舞種就 那些振動、跳舞 這兩款都不是 但我想玩一些瀟灑一點 藍星味道強一點的舞種 希望大家到時拭目以待 就是那些紫漢劑的廣告 就是不穿上衣服 我想像木村那些 那些蠟頭那些 又有廣告歌 挺好 那題材方面會想說什麼 題材方面 可能會說一些關於情的東西 但什麼情都留個白 就是有情愛情還是親情 到時會告訴大家 因為過去這幾年 AK自己的個人作品 都是比較多個性 或者要展現性格的東西 所以用情這件事 是不是希望可以更加 令到生粉 或者聽聽的聽眾們 都可以感受到你的歌詞內容 還是可以公開自己的感情世界 我覺得是可以公開 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的感情世界觀 只是討論 只是討論一下 不代表本人立場 我覺得開個Q&A出來 大家一起投下稿問一下問題 你們覺得怎樣 因為我覺得 以往這幾年做的歌 都很多是講自身的問題 或者自身的角度出發 甚至很代表你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都相當熟悉我了 開始 都不用再做什麼特別的介紹 不如嘗試講一些 其他不同類型的題目 跟大家討論一下 例如愛情 愛情都可能會有很多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愛情觀 有不同的見解 我覺得都頗值得深究一下 這個題目 我覺得親情來也很重要 家裡的bonding也很強 或者是寵物的情 沒錯 猜柴 或者是兄弟情 可能說一首歌是講猜柴的感情 但是是跳舞歌 哈哈哈哈 要逼他跳舞 那show方面又會怎樣 還有有什麼可以透露 例如小祖歌又會怎樣 對 什麼時候到你 小祖歌就真的如火如荼 現在開始答就準備到我們了 下一年會不會有show 那我還不知道 等隊長回來後 等隊長先回答 又寫一寫 拋來拋去 那會拍劇呢 因為有很多生分想問 拍劇拍戲 因為剛剛我獲獎 其實可能在戲方面 可以繼續發展 我暫時現在手頭上 沒有戲劇的項目 真的只有音樂項目 所以導演、監製 現在MIRROR變 AK是免費的 AK是OK的 一來就接了所有DM 另外也有三分問 這次的Gam of Life 會不會有dance版 會不會有behind the scene 有拍戲可以播出呢 這個當然是 dance版 和behind the scene 二選一 每一個會出現 就看看到時候是什麼 因為拍MV的 通常都是一雞兩尾 拍完MV的時候 要不就跳舞 要不就順便拍一點 這個Beind the scene給大家看 我這次有做到的三分 放心 不過兩隻只做了一樣 即是時間做一樣 下面自己就 給你發責留言 想看Beind the scene 還是看這個Dance版 我想看Dance版 這首歌已經挺好看 我想看Beind the scene 你們這麼八卦 他講到整場遊戲這麼好玩 當然太不玩了 或者有什麼還可以玩 OVER 為什麼不可以玩 不行了 他做了一樣 對 只做了一樣 剪多一點出來 為什麼不可以做兩個呢 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做兩個呢 那天拍片的同事 能夠拍片嗎 可以剪多一條嗎 知道多一條嗎 生粉也會問 就是很特別的 是否會做舞台劇 好像是沒試過的 沒試過 但會不會做 我也真的不知道 想嘗試 因為我覺得挺好玩 亦都隔空打個氣室 說起舞台劇 今天Alton 加油 Good show 你會去支持他 當然會 但不是今天 因為舞台是直接可以發揮一個氣引 以及觀眾都接收到 以及對手給你的反應 而且之前也有些隊友試過 也有去看 或者其他其他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都真的會挺好玩 所以你想不想嘗試 是想嘗試的 也有朋友問 就是Larscene團隊 會不會有些新的火花會出來 新的企劃會出來 這個要問Oscar 是呀 Oscar有說過一些 但我不能說了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 要等Oscar回來說 我不可以亂說話 其實Oscar是有跟你們談過 都想有些新的搞作 是不是 我不知道 Oscar這個時間他還沒起床 所以可以盡情說 他做夜間的 不行了 我不知道 另外還有就是會不會跟外國的團體 或者女團有合作 Ace是想的 譬如昨天出了一個跟鷹版的Dance Challenge 很好玩 其實早前錄Chill Club的時候 就跟了泰國的F Hero錄 其實那天錄Chill Club的時候 我自己是非常開心 因為我看到他們自己一部的solo表演 其實是很好看的 就是他們那個炒場 他們令到整個氣氛都非常之熱落 我覺得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立刻在後面就有聊天 他們應該是來自Banggok的 就說 希望下次我也有機會可以我過去Banggok 因為我說 是不是我個人都很黑黑的 就是像 說兩句泰文都很入的 很像 然後他又邀請我 我立刻就找經理人 說經理人 去泰國的 你想不去泰國旅行 有機會 跟他們合作 因為我覺得AK有點像國際友誼大事 試過跟高賴統約合作 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真的可以飛出去 可以做多些合作 當然希望 希望有機會可以 譬如下一次可以跟高賴先生 跟高賴在日本的場館合唱就很開心 或者真的有機會可以去Banggok 找他們做秀 都很開心 我會希望接下來可以好好推廣香港 多謝 你阻摸自己的身體 好像有條彩帶 是彩帶的 多謝 我會好好推廣香港 還有朋友問 AK會不會滿意今年所有演出的成績 或者是自己的舞台表演 各樣東西 如果要給一個分 會給多少分 今年是滿意的 但是當然也有進步空間 如果要給一個分數的話 我會想給70分 我會想給自己多一點進步空間 希望可以再做好一點 你覺得今年最高分做得最好 可以拉曲的是哪個部分 我覺得是獨舞演唱會 因為那裡真的 我自己開場是有一下擔心 哎呀我能不能完成 我之前也跟姐姐說 未開場之前也很害怕 擔心搞不定 擔心不可以一個人揹上整個表演 但是也慶幸是可以完成 所以我自己這次的表演 對於我自己內在的經驗值 我覺得是加得最長的 那條巴 所以要在其他地方做 再加開 令這個經驗值再拉長一點 生粉門都剛剛在這裡敲碗 就說 Solo演唱會不會有碟出呢 會不會有DVD出呢 聽是有的 聽是有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期待 是真的想可以再開一次Part2 可能希望在其他地方 可能在澳門 對啦 敲碗敲這個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不錯啦 如果去澳門做的話 你是想完結完美的搬過去 還是會有一點調節 我覺得應該會有一點調節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去到其他地方 例如澳門做表演的話 應該會比起當時多一兩首歌 所以可能歌單上會有一點不同 所以跳舞上的編排 也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首先希望我成了事 敲一下敲一下就有了 高層門應該聽到的 吃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即刻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啦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啦 那去吧 啦 了 widow